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华的频道 今天阿华要和大家做一个汤 因为现在是秋天了 加拿大很干燥 今天我们做菜干汤 我认为菜干汤最好是 如果有排骨头 用排骨煮的话 它会比较甜 如果没有排骨的话 就像阿华一样 半边鸡去皮 然后有几块瘦肉的红组 然后这边有红萝卜 你看到吗 分量很多 我比较喜欢红萝卜 加这个菜 其实个人喜好 你不需要那么多都可以 还有这个粟米也是选择性的 如果你不给粟米 这个汤也没问题 我刚好这条粟米 我就煮了它 但材料最主要就是这个菜干 菜干一定要浸水 否则会有沙 然后这个菜汤很特别 是菜干嘛 但是我们想它的层次好喝点 更加甜的话 我加一些新鲜的白菜 一起煮 这里其实就太多了 我不会放太多 应该放三分之一 这个份量就好了 其他的剩下来炒的 好了 好了 我们首先就将这个肉 就将它飞了水 然后就放进瓦煲 我们加半煲的水 然后将所有的材料 就放进去 除了那些新鲜的白菜之外 其他的材料都可以放 那其实这个鸡呢 半只鸡呢 通常如果有小朋友喝的话 最好就有汤袋 还有半只鸡 最好就不要斩 不要斩 它那么散件 就是半只鸡 就像我这样煲 它就安全一点 没有那么多那么散的骨 那其实这个汤 这个汤 它其实算是老火一点的汤 这些菜干汤 一定是要煮回差不多一时间 它才会出味 所以我们尽量那个时间方面 就要煮久一点 我通常这些汤 我就要煮两个小时 那菜干呢 浸去了之后 我现在可以放进去 那等它滚了 起码都四十五分钟左右 才再放另外一种新鲜的白菜 那现在呢 这些菜干汤呢 我们就煮了四十五分钟左右 那是小火慢慢煮的 那现在这个时候呢 都闻到很香的菜干味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加新鲜的白菜下去了 那然后加下去之后呢 我大概是加那么多就够了 那其余那些剩下来 一会儿炒菜的 那然后呢 再盖盖 把它煮多一个小时 那这样就非常之很香甜的菜干汤就搞定了 那这煲汤呢 我们就煮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哇 现在呢 很浓郁 哇 哇 闻到很香的味道 那我加少少盐下去了 那大家你要调自己喜欢的那个咸味 那就可以了 哇 很正啊 那你见到那些鸡肉呢 已经是散了 融了 那这样的状态 那之后你见到那些 新鲜的菜干和那些干的菜干 其实煮熟了之后呢 其实都很难分得清 那好了 我们把碗上来可以喝了 这碗那么甜那么滋润的菜干汤就煮好了 那大家记住这个方法啦 试下在家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阿华的频道 多谢